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时候亮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场 在2023年进行的 乒乓球式竞赛的经典赛事 是由我国选手松阳 对阵巴西选手 腾田浩奥的比赛 今年的松阳年龄才只有15岁 也是国拼新一代的小球手 最终松阳以大比分 3比0很少对手获胜 比赛的时候 松阳进入状态 还是相对比较快的 只见松阳很快就打了对手 一个3比0的开局 接下来腾田浩奥 艰难扳回了一封 结果随之松阳三分了 当双方战成6比1的时候 只见松阳发出了迷惑型 花球式的分了 这一球也让对手 有点捉摸不透 结果腾田浩奥也开始发力了 从2比8落后到8比8 腾田浩奥连得6分 直接占比了比分 当双方僵持到9比9的时候 只见松阳再次发力 以他的销球去破防对手心理的防线 松阳以11比9有进无险 打下去一局 结果第二局 松阳一上来又爆防了 只见松阳很快就打了 对手一个7比1的开局 当腾田浩奥将比分 追至2比7的时候 只见二者开启了疯狂对拼模式 不过松阳以他的销球造成对手失误 只见腾田浩奥在面对无解的销球 确实有点绝望了 这个销球本身就是一种反手型的敌数 以其旋转和弱点变化来威胁对手 有时候在不断还手过程中 突然出其不意攻击不费 好了Ladies and乡亲们 我们言归正传 局末二者再次开启了疯狂对拼模式 不过腾田浩奥在面对松阳的销球 再次摆下阵来松阳以11比3再下一层 第三局开始后 双方很快就以1比1战停了 当双方战成1比2的时候 只见在双方对拼过程中 松阳以他的销球打出了神奇的荧幕 松阳突然有手转弓 打了对手一个错不及防 在面对这种神奇的打法 确实也让腾田浩奥有点不是好使命 接下来松阳以他的销球打得更为凶猛 这也让腾田浩奥不断出现失误 比分也瞬间被拉打了 从1比1占平到8比1 松阳连得7分直接打奔对手 接下来虽然腾田浩奥也很顽强 一度将比分追至5比4 但是在面对松阳的销球 一切反抗似乎都显得是突然的 松阳以11比5带走的比赛 最终松阳以大比分3比0 很少对手获胜 全场比2下来 松阳以他的实力完全碾压对手 活平像松阳这样的销球天才 也是不多见的 也期待松阳会有更加精彩的游戏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们下期讲会 我们下期见